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5分5篮板3助攻 康诺顿16分6篮板2强断 洛佩斯6分2篮板3助攻 布罗格登开局篮下得分 帮助熊路先把头筹 赞克场作战的灰熊 随即反科为主打出攻势 加索尔首感出色 连接两季3分帮助球对取的 十看二的完美开局 尼德尔顿的及时3分帮助熊路紧血 但灰熊这边保持着稳定的进攻 杰克逊到2加1帮助灰熊抵挡住了对手 的进攻 拉锯战中加索尔三分再中 灰熊将登查拉大这两位数 末端双方是军力敌 首截战法 灰熊29比19领先熊路 次截开局双方是军力敌 康利这边刚刚命中3分 洛佩斯回过头来便回净 一记三分 双方在经历开局的对标后又是一阵打铁 长达4分中里双方局只拿到2分导致分差 一局没有变化 关键时刻熊路率先颇荒 康洛顿的进球和米德尔顿 造三分反归散发沉重 熊路送出一波9-1的攻势 迅速追上比分 末端拉聚战中米德尔顿发力连凯6分 帮助熊路反抄比分 不过灰熊最后时刻破荒找回感觉 塞尔登和谭普尔相继杀入篮下的进球为灰熊止血 半场战法 灰熊48比45领先熊路结束上半场 休息归来 开局仍然是灰熊率先进入状态 安德森和小杰克逊相继由7区得分 加索尔则延续手感逆重3分 灰熊凭借一波9-4的小高潮稍稍拉开底分 熊路进攻端更加依赖自母哥 他们开局14分里有8分来自于他 但灰熊这边继续多点开花的攻势 迈克随后三分再重 加索尔连卡4分 灰熊送出一波23-11的攻势 一举却力气15分的优势 康诺的两季只需三分相当及时 加上这期间灰熊也遭遇得分慌 熊路回敬一波13-2的攻势重新追进比分 三节战法 灰熊84-80领先熊路 莫洁在战 熊路延续着第三节莫的状态疯狂反击 康诺顿和布莱索相继冲击内线得分 迈克则在外线命中三分 熊路开局送出一波14-2的攻势一举反抄 并全力起8分优势 暂停归来马上 和加索尔命中两季只需三分帮助灰熊稳住局面 熊路则开始吸火命中率下降 灰熊重振熊风抓住机会 弹图尔成为攻城打成一次2-1和一季三分 灰熊回敬一波16-5的攻势夺魂领先 末段字母哥连手米德尔顿拿下10分追上B分 双方进入最后的大决战 康诺关键时刻拿下4分 为灰熊保住微弱优势 熊路虽然依靠着康诺顿在追2分 但时间仅剩2.9秒无力在犯威胁 最终 灰熊116-113险生熊路拿下比赛 双方首发灰熊 康诺 谭普尔 安德森 杰克逊 加索尔熊路 布罗格登 布莱索 阿德托昆博 米德尔顿 洛佩斯